台中市反核團體上午在逢甲公園前號召百人遊行 有民眾身穿反核衣 受談烏克麗麗 用和平的月聖人來取代抗議聲表達反核理念 台電河三場日前又發生跳機意外引起反核人士關切 7號上午反核團體號召了上百人在台中逢甲公園前面聚集 要以和平遊行的方式向政府表達反核的理念 我們要表達的是說現在目前的廢核的民意已經將近七成以上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廢核已經是全民最大的公約數 我們在這邊發起了這樣的一個公民的運動 我們希望朝野應該進行合作 然後共同來邁向廢核這樣應該撇開朝野的對立 活動現場不少家長帶著年幼的子女參與 更有民眾發揮創意 身穿反核衣 受談烏克麗麗 要以彈奏音樂的方式表達反核的訴求 我們覺得說台灣人應該要做令人驕傲的事情 然後核電歸零呢 就是讓台灣走出世界的第一步這樣子 反核遊行一路從逢甲公園出發 步行兩公里之後在台中市政府廣場前面 上演反核行動劇 以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 接著反核團體會繼續在逢甲公園前面演講 希望讓更多的民眾了解反核的議題 聯合報 陳鴻瑞 台中報導 改革選擇改成 作詞犯 今日 網絡選擇 勾葉 מתилась 讓我懂得ders發起